样品屋大火,五楼高火蛇险烧健保局 台中市前晚深夜11点多 位在惠中路与市镇北一路口的聚合发建设接待中心 突然发生火警 火势烈焰冲天 整栋样品屋瞬间陷入火海 火蛇还一度串至五楼高 差点波及隔壁的中区健保局 消防局货报出动六个分队 近百名警役消灭火 余半小时内控制火势 现场烧的只剩骨架 幸好没有伤亡 所以来的时候火势就很大了 那它是什么样的材料 就是 我们的性格都是艺人性 那知道面积大概多大吗 差不多应该有200只 五万公斤 消防局保全表示 该接待中心已使用一年 当时只有他在屋内值班 听到后方有爆裂声响 赶出查看 已来不及灭火 我有过去 拿着灭火器 等到10秒钟 我修给他 10秒钟 那一张就是 是有爆炸的声音 那是什么 也是 到5分钟 火器就开始流伤了 消防人员初步怀疑 是电线短路引发火警 但详细原因 仍带调查 动新闻台中报导